钱老广 你给我进来 这是怎么了 当着方怡的面 你解释解释吧 您知不知道 这两盒虫草花了我多少钱 整整两万 多少 两万 亏了我没卖 您要不想要您跟我说 您前脚收了 那后脚就去卖 您什么意思啊 那个 你听我跟你说啊 再说这里边还有大一盒呢 我跟你说 我呀 我没打算卖 我就是去打听一下 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值多少钱 不信你就问小甜甜 我是不是最后没有答应给它呀 那人都走了 你让我上哪儿问去啊 不是不是 等会儿 小甜甜是谁啊 您卖我东西也就算了 凭什么把我送给方怡的东西也给卖了呀 我的东西 什么呀 我怎么不知道啊 李芳 你呢 先别跟这儿凑热闹啊 我凑什么热闹呀 一会儿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我怎么什么事都不能问呢 我问 你 凭什么不问 爸 您这次真过分了啊 我让你把项链给方怡 可您呢 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就想把它给卖掉 我问您 您拿着退休工资还炒着股 股票收益还不错 您缺钱吗 您就是想把这些卖了 然后去接济他们一家子 怎么又绕到我头上来了 玉华 你千万别多心啊 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跟谁有关系啊 等我文静你什么意思呀 是 一副是对我们立业不错 那是因为我们条件确实不如你 可是我们没想要占你便宜啊 这次我爸生病 是多亏了你们姐弟几个人 但是那钱我们是会还给你的 你哥也是因为这个事 去给人改装车 差点出事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还想我怎么着呢 大姨病了 我拿钱我乐意 你们还有完没完了 四十万的医药费 我出了二十万还不够啊 要多少是够啊 文静 这事过了 怎么就四十万了呀 文静 这事过去了 一会儿过去的 您又不提了好不好 文静来了 我 咱妈那医药费到底多少钱啊 到底多少钱 不是 怎么说上医药费的事了 我来告诉大家吧 一个疗程二十万 四十万 是你爸说的 对不起 要不我给李爷打个电话 让他出来接咱们一下 别麻烦孩子了 咱们自己打车去就行了 争取在晚餐前赶到老前去 这一大箱子糊仙得趁新鲜吃 行 听你的 我明白了 合着你骗我 让我把这笔钱全储了 凭什么呀 我大头啊我 文静 我知道你生气 这事你别怪姨父了 这样 那个 这笔钱我们之前看病花了一万多 我还给你 好不好 过两天咱妈又要打针呢 这不还得花一万多吗 行了 那 那咱手头不还有点钱呢吗 你们俩一人一句的说给谁听呢 我说过不给大姨治病了吗 你要 要怪你怪我 这事 你大哥大嫂根本就不知道 当然怪您了 他麻病了 您骗我的钱去让他当小姐 然后再骗孙涛给他涨工资 您见过这么涨工资的吗 三个月涨两次 姨父 这孙涛给我涨工资的事 是 是您去说的 那我不是怕你为了钱 再折腾出什么事来 那不就进去了 不是 文静 你别又说你不知道啊 你们两口子过得也真轻松啊 什么都不用知道 什么也都不用去想 反正出了事 有老爸帮你搞定 是吧 什么话都不过脑子就往外冒啊 我说错了吗 您只知道 他们两口子日子不好过 你想过我没有啊 你想没想过 我为这个家里花了多少钱了 您算过没有啊 你问问问过我 我这么花 孙涛他乐不乐意 他有没有跟我吵架 我又没有受委屈 人家孙涛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你根本就不关心 就算我跟孙涛吵翻天了 就算孙涛在外面累死累活了 这些您觉得都跟您没关系 您拿我当什么了 您拿我当什么 您只拿我当你儿子的提款机 孙涛 孙涛 文婷 你说得没错 我自己爹妈的事 我就补开给你 我现在就把这笔钱还给你 这笔钱老太… olee 快中了 因为我 떨了 我们在一起 你想当你个人呢 没 Пон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介绍户 都有外赠� Д usar 要帮我交互 最就是 Maung 怎么样啊 最后一班事联商家 stated 我腳部也要瘋了 我刚刚跟班 Sax打电话 还没一个接我电话的 你说这怎么办呀 今天也没车了 这样吧 明天早上起来 我坐第一班车 回趟家吧 行 那我跟你一会儿回去吧 别别别 别逗走啊 你逗走得让姨佛他们怎么想 也是啊 回家再说吧 行 孙涛 孙涛 我说你怎么还有心情 在这儿看书呢 你赶紧帮忙找找呀 大姨跟姨父电话都关机了 也不知道人在哪儿呢 你快看看新闻 有没有出什么意外 什么交通事故什么的 哪有你这样的 还盼着人出事的 你说什么呢 不是你亲大姨 你当然不着急了 自从我大姨生病以来 你去看过她没有 你还好意思说 媳妇 你要是真着急 那咱俩现在就开车去 上大姨家看看不就行了吗 我不去 我去了就好像真我有错一样 那你真的没错吗 大姨跟姨父来 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 为什么呀 我跟你说 媳妇 有时候你说话真的太伤人了 都是一家人 这感情伤来伤去 伤来伤去 很快就伤没了 我说的有错吗 他儿子拿着我的钱 去当孝子 最后我一句好都没老着 那你就不能好好说吗 还不是让那钱老广给坑的 什么事 遇到什么事 都先挑别人问题 根本就不想自己的错误 孙涛 你哪头的 我是不是你亲媳妇 你怎么胳膊中往外拐呢 我在跟你讲道理 你怎么又扯到感情上去了呢 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我就是太重感情了 被他们利用了 我呀 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了 咱俩沟通不了 你跟我沟通不了 你想跟谁沟通啊 我不是想跟你沟通 什么 不是 我是不想跟你 不 错了 我错了 行了吧 你错了赶紧帮忙找啊 找 找 找 怎么样啊 爸 头疼 来来 起来喝口水 不想喝 行 放这儿啊 安安啊 你大姨跟大姨父 都是要面子的人 这么多年了 不管碰见什么难事 从来没有开过口求过人 这回倒好 我把人家彻底伤了 大哥和嫂子不是去找吗 要是真找不着 那就说明大姨和姨父回家了 实在不行 让大哥明天再回去一趟 把大姨他们给请回来 这总行了吧 你大哥去不合适 他们不想再拖了你大哥 你大哥去啊 未必管用 那要不行 您去 我陪着您 咱俩人去也不合适 那 要说这个家里边 跟你大姨最有感情的 那就是你二姐了 她要是能去就好了 可这事 要是我去跟你二姐说 她正生着我的气呢 你听明白了 那您什么意思 我也没什么意思 要不你替老爸婆一趟 让我去劝二姐啊 我劝不了她 我这个头又大疼 我说钱老师啊 有什么事您不能直说呀 不就是让我去劝二姐吗 多大点事呀 至于绕这么大弯子吗 咱俩以后还能不能愉快地玩爽了 你别说这头疼怎么说不疼 就不疼了呢 好啦 好多了 我没答应呢 不行还是晕 行 我去 我去行了吧 下次装头疼 别再贴腿烧贴了 要不对症 下手可真狠 我真是替方怡下的手 我别老想让我大哥大姨 有时间的时候你去哄哄方怡 我这不是先解决主要矛盾吗 赶紧进去吧 行不行我不敢说啊 不管行不行都先谢谢我女儿 啊 总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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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 下手可什么呀 咖啡 晚上喝咖啡容易影响睡眠 有没有